不要再問了 不要問了啦 直接不夠啊 其實這很重要因為老師說 其實燈它 因為金融燈塔背面是山 前面是海 所以如果你今天沒有遮蔽的話 它這個燈打出來的時候 它會反射 反射會把自己的那個燈器給燒壞了 所以它特別要做鐵片的設計 其實一方面這個遮蔽的效果 是避免損毀自己的一個器具 所以它一定要做鐵片的設計 它是一個平面玻璃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拍到那個金照的部分 好那這是我們在那個 就是維修站的地方 就是在另外一個地方我們有參觀 它的維修站 那你可以看到這是一個無面的 不是平面的一個玻璃 然後它上面有透氣孔的一個設計 好我們很簡單的看一下 這個都是在那個維修站 就是一個博物館的 裡面的一些燈器啊 早期的一個燈具的使用 有藍煤啊然後什麼電池啊 各種的一個不同的設計 那當然到現在就是LED了 其實金融燈塔它本身其實也有那種光感應的設計 它可以自動開燈關燈 不過呢目前都是採人微操作的部分 是由人來控制的 好那所以大家可能會想說 那在那麼高的塔 它不能有任何一顆燈是壞掉的 沒有閃燈的狀態 所以它是採自動燈泡轉換的一個設計 它用的是交流電的一個750瓦 750瓦的燈泡的一個設計 那所以第一個燈泡如果我換 它就自動轉換到第二個燈泡 好那這是不同時期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自動轉換的一個設計 好那這裡呢就是工作人員 首塔人他在這邊瞭望的地方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在金融燈塔 可以看到就是金融與金融島燈塔 然後這裡呢其實以前它是一個雷達 就是無線電的一個裝置台 不過那個因為位子不是很適合 後來就把它移除了 那現在就是單純就是升降起用 沒有作為無線電的一個裝置的一個設計 然後這是我們偷拍到的